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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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学生录取于保险交费记录挂购表演 今日 有保险营销人员在网上发布消息 这大学入学要求考生有保障型保险交费记录 保险慢慢走向强制型 真相 银保店会回应 在我国 学生购买商业保险 没有此类强制要求 大学生录取于保险交费记录挂购事物到宣传 不分保险营销人段单取义 区铁政策 甚至编造不实信息 严重误导了消费者 对此 消费者要提高警惕 出收到此类信息 可以通过官邦渠道 向相关保险系构咨询 获得监管部门反应 以免遭受损失 谣言四 沙东取消七所高校招生计划谣言 日前 一份以沙东省教育金明义 发布的关于违规招生院校处理意见 等文件在网上热传 文件指出七所院校存在是假宣传 违规收取报名费或违规聘用部分 高三班主任有偿代理招生的行为 将取消这七所高校 2018年沙东省的统一招生计划 真相 山东省教育厅迅速回应 表示所谓的关于违规招生院校处理意见 其不法分子兼沙东省教育厅的名义伪造 沙东省教育厅从未发 不该文件 请广大公众和考生 切勿相信该取缴信息 警方上当 针对不法分子伪造公文行为 山东省教育厅将配合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谣言无 非洲猪瘟之人死亡 疫情留下全国谣言 近日 辽民沈良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受到广泛关注 与疫情相关的各种消息 也在网上传播 有传言诚 沈良感染瘟疫的猪肉被卖到长川 有人食用后死亡 非洲猪瘟疫情流向全国 真相 农业农村部署 一局负责人表示 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非洲猪瘟不使人触碰患传染病 该病毒不会感染人 有人因疫情死亡的消息 未谣言 根据官方的监测和通报 目前只有沈良市沈北新区 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 网传非洲猪瘟疫情流向全国的消息不实 疫情发生后 农业农村部 根据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